五连郎 我们是Vizan 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 现在目前的疫情状况了 18号又新增了240例的本土病例 那么戴口罩成为最基本的防疫措施了 那么华联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戴口罩的关键是在于 是否有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如果没有再因规定场合佩戴 那么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可处15000元的罚款 并且也建议用手机来录影存证 交由卫生机关来采访 18日又新增240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 而戴口罩成为防疫的基本动作 但也不是所有民众都会配合 让人忧心成为防疫破口 华联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会在因规定场合佩戴口罩 语圈不听 该罚就罚 并建议录影搜证 那93级的话呢 基本上室内一定要戴口罩 这无话可说 那室外的部分 在三级的情况之下 必须在户外要全程戴口罩 但是我们在93级的情况之下 我们目前换年的政策是 希望是用劝党 楼心劝党的方式 希望在户外都戴口罩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分享 所谓戴口罩的条件就是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可以戴口罩 那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在整个太平洋公园之间 一个人 然后你远远地看到 有一个人 没有戴口罩 我觉得其实他对你的影响 是怎么样不大的 所以这时候你不用赶快来 跟我们的卫生单位 或是跟警政单位说 那个人没戴口罩 因为他对你是没有感染力的 所以你先把他开手机 然后开录影 然后你就跟他说 朱家翔 你怎么在超商没有戴口罩 请你把口罩戴好 然后他说 我戴口罩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子 怎么样 谢谢你 那你就跟他说 你不戴口罩 谢谢你 然后你就把这个 纯正的影弹 那里我们 刚好我们可以开房 好 这已经经过 符合了 他经确讨 都不听 这时候我们就会开房 好 我想这个影像 我们会请我们警察局 然后做人的辩论 然后确定 用这样的证明 来放大3000到1万人 那这是教导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为了守护 我们的家园 来做一个小小的付出 朱家祥表示 单靠照片的举发 效果有限 使用手机的录影功能 告知把口罩戴好 若劝导遭对方拒绝 甚至恶言相向 就可以将录影 交由卫生机关 卫生局会再转由 警察机关进行辨识确认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70条 处罪重1万5千元罚还 接着讲邦彦华联系报导